你什么时候开始做的博主啊 生完小孩啊 因为我亲手妈妈嘛 就是很多问题嘛 然后我爱看每周上视频 所以我就觉得可以结合一下 我觉得最好的人生状态 是你现在的健康 你离婚多少年了 他两岁的时候 两年了 三年吧 他马上五岁了 好像一开始我的生疏 然后跟爸妈说了 然后爸妈不容易 嗯 当我有相对有一点能力的时候 我就可以顺服我父母了 嗯 可能剩下的更多就是担心啊 就是希望你 还是有个好归宿啊 怕你 就是怕你太累啊什么的 我觉得你是挺累的 嗯 你已经很乐观 很坚强了其实 但是看到女儿的一刻又好了 嗯 看到孩子就不累了 看到小孩就比如说 就有人问 那你有没有后悔啊 或者是说 接着你来一次 你会不会那么早结婚啊之类的 那我说不结果没有她了呀 对不对 对对对 哇这个点真的 那还是要有她的 就是就是 所以就是 嗯 永远是 永远是不行 不能 不能听到的一个 嗯 嗯 而且小孩她真的就会给你好多能量啊 对啊 嗯 对啊 三个女人不够好 四个女人才更好 我挺能感受到她的这个点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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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